户籍法规定年满14岁就可以申办国民身份证 但这个年龄正好是国中生 不方便请假亲自前往户政事务所申办 因此户政事务所每年都会前进校园 为同学们收件审查 让学生可以顺利领到身份证 同时户政事务所也提醒同学 要妥善保管身份证 不要外借他人 以免沦为非法之用 户籍法规定年满14岁可以申办国民身份证 不过这个年龄正好是国中生 不方便请假亲自前往户政事务所 来申办身份证 因此户政事务所每年都会前进校园 为同学们收件审查 让学生可以顺利的领到国民身份证 根据这个户籍法的规定 14岁以上得这个办理国民身份证 那因为为了因应这个国中生 出领国民身份证 到户政事务所的这个不方便 那我们就特邀请我们承办人员到学校来 帮这个国中的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学生 14岁以上的学生 办理国民出领的国民身份证的业务 出领国民身份证 14岁以上一定要亲自本人 但是到现场我们要验这个学生的这个身份 今天如果身份验证身份无误的时候 我们才会核发他这个国民身份证 户政事务所也提醒同学们 要妥善保管身份证件 不要外借他人 一旦遗失也要赶快申请补发 以免沦为非法用途 当我们把学生的身份证全部都做好以后 我们会分批到学校来 一一的组对这个学生的这个身份 然后交由这个学生来收职 并且告诉他们身份证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国民的这个身份证件 一定要躲上保管 如果有医师的话 要迅速向护政事务所做挂赤的动作 也并且他们希望他们能尽快到护政事务所做补发的动作 如果是说如果民众的国民身份如果遗失的话 他可以就是说向我们护政事务所做一个初步的申请 那必须就是说要提供我们学生证或是毕业证书 还有其他的一些贴有相片的机关所合发的一些证件 让我们做一些初步的一个佐证 那补发的话它的工本费是200元 身份证的部分本身就是说自己在使用 我们是不允许就是说这个提供别人做其他的这个用途 护政人员在校园为每位同学的资料来做核对与审查 资格符合的就会直接做成身份证再发还给同学 不过如果送审的资格不服 这位同学就必须要自己请假 前往护政事务所亲自办领国民身份证 介络会简相报道 又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有限了